哈囉 大家好 這裡是晨曦Sanley 歡迎來到馬來西亞 這次我們將深入的拍攝吉隆坡 在這裡看見華人文化、馬來文化和印度文化兼容並序 看見屬於吉隆坡城市的出線條和精緻探訪屬於馬來西亞的特色 伯父,伯父迫,伯父,伯父,伯父向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说到吉隆坡 我想先从我们最熟悉的华人文化开始 在中国城 磁场街和鬼仔巷 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地方 在这里你不但可以闻到 属于家乡的熟悉食物的气味 也能听到各种的广东福建方言口音 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 当地人购买奶茶的时候 习惯把奶茶装在袋子里面 在新马看到7-11 真的是跟救星一样的存在 因为能让你停下脚步歇息 并不是你累了 而是因为你在这个区域 碰到了从门口吹出来的冷气 然后特别想要进来待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应该是个马来西亚本土的汽车企业 比如说这一辆 没错 现在居然在下太阳雨 永远无法想象 这些热带国家的天气有多么多变 色彩丰富的中国城和鬼仔像 在白天阳光强烈的时候 呈现出了丰富的色彩层次 而到了晚上呢 偶遇我的朋友在这里也能拍出 不一样的夜景氛围 而在中国城不远呢 就是这片小印度的区域 在小印度的集市上 可以看到人们为了印度教各种的宗教仪式 正在进行花圈跟花束的准备 当地人呢在拜访寺庙的时候呢 甚至还点上了椰子油和椰子一样的东西 进行着祷告 印度教寺庙的外墙装饰 非常的复杂 在街边我总能盯着它的细节 看上好久 而在寺庙的里面 正在进行着一场 声色并会的宗教仪式 人们围绕着寺庙旋转 在印度教特色的声音当中 进行着祈祷 关于印度教的场所在吉隆坡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黑风洞 这个免费到访的景点 说是给了我不少惊喜 吉隆坡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身后的黑风寺 看到它高高的彩虹台阶 应该不难爬 但最重要的是 这里是免费的 这么重要的景点免费 我绝对不推荐这个做法 嗨 嗨 buddy 你要说嗨 你要说嗨 我看到这个猴子 这个猴子抢东西 天啊 被抢光了 被抢过来吃了 这么开心 你不要跟我说 马来西亚自然不好 我会告诉你 没错 你不需要怕人 你需要怕的是这里的猴子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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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马来人也信奉着回教或伊斯兰教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各类壮观的清真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在马来西亚前方的吉隆坡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因为这里的风雨每天下午都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们的拍摄每次都进行的很艰难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三种不同的人群生活在这现代的城市天际线当中 在街头巷尾也有着别样的一番景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來人真的很愛日本小車 媽媽告訴我長大以後不要當一個本田爛仔 這當地品牌的汽車比如說Protron 他們也會改裝的很帥看著包圍看著倫骨 有沒有一種把他保來爆改的感覺 而說到華人文化供奉著媽祖的天后宮 也讓我覺得十分親切 那不管是天后宮還是我們在街邊看到的各種小寺廟 可以看到他們作為不同的文化都被獨立和完整的保留下來 還保持互相尊重 是我覺得這個片區發生的特別美好的事情 昨天跟出車司機聊天也知道呢 在華人金航出沒的夜市 那政府也會鼓勵有一些區域呢 販賣一些清蒸的食物啊 讓穆斯林們能夠更好的融入到這個環境當中 所以他們的政府也真的在幫大家考慮 如何在同一個片區裡面讓不同文化跟宗教的人 能夠融合和諧的生活在一起 作為在閩南地區長大的人呢 像是天后宮這樣的閩南寺廟我一點都不陌生 這對建築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在屋頂的脊梁 曲線的弧度非常的高 這樣就有足夠的空間去放置龍鳳這些神獸 穿梭在整齊的燈籠之間呢 有一種龍鳳翱翔翔於天際的感覺 好 應大家的要求我們盡量在每一期節目裡面加入我們的10秒美食系列 這是馬來西亞的特色撒爹拼盤 這是特色的茄子做法 這是收寵 就是魷魚 這是當地的軟殼蟹 我們開動了 吉隆坡的天氣陰晴不定 就算不再雨季 但每天傍晚時候的隱約雷鳴告訴著我們大雨降至 在吉隆坡下雨之前的車站穿梭 看著這裡繁忙的人流 也沉浸到這場雷暴雨的ASMR當中 在吉隆坡下雨的市場上 大雨的地方 大雨 bloc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想拍城市夜景 但是现在外面狂风大作 我还蛮希望如果有一个闪电能打到地标上的话 那看起来蛮酷的 但现在雨下大的有点真蛮恐怖的 在这里应该是常态 在这座城市当中穿梭最醒目的 莫过于轨道交通以及公交车上面醒目的 Rapid KL标志 以及红蓝相见的车身 它们墙内的颜色反差 代表着吉隆坡的速度感 从中央车站到市中心的五级免灯 这个吉隆坡最繁华的市中心 无论是夜景还是白天 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城市摩登风格 这是属于马来西亚的猫山王 这是属于马来西亚的猫山王 那时候如果你想不依靠手机定位自己的位置 那就抬头看看能不能看见 这三座吉隆坡标志性的建筑 它们分别是拥有钻石切割面一般的莫迪卡大厦 新落成的莫迪卡大厦 在白天更加绽放着它的光芒 不同的切割面在不同的角度 呈现不同的反射 莫迪卡大厦其实并不是我最喜欢的马来西亚建筑 因为它的高度多少有点投机取巧 很多的高楼在建造的时候都会加上这长长的天线结构 而在它的旁边吉隆坡塔拥有千细苗条的身姿 是否也让你想到了广州塔或者是澳门塔 而最让我喜欢的呢还是吉隆坡的双石塔大厦 它们金属外墙的表面仿佛一对强力的磁铁 时时刻刻勾着我的注意 让我目不转睛着盯着它们的方向 我觉得大夜正在将农入可以加上农 street 咱们这个建筑来说 能eration别讲秀 一个衣服在机双石上 我觉得搞得写这麽大的毛衣服 也对比你精巧 在雙子塔旁的水上樂園 在廣袤的城市背景之下 有人那麼歡心笑臉 方式車輛 在湖中有这样一个三角形又让我想到了我的摄影项目就是有一个时代错误遗物的感觉 在一千年之后回看当时的人类社会可能会觉得这个三角形非常的神奇 很多人说吉隆坡是一个不适合仔细打量的城市 它虽然有着漂亮的天际线 但是细节的景观并不是十分精致 谁说一定要变得精致呢 太过精致的街巷 人们往往缺少互动和交流 太过精致 人们就少了一些真实生活的互动 我喜欢吉隆坡的现代 我也喜欢吉隆坡的市井 我喜欢它的粗犷 也喜欢它精致的一面 要领略这座城市的天际线 从远郊我看见 热带雨林般的景观 和这座城市天际线交织在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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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塔配高楼建筑群 好像有点像我在西雅图眺望城市天际线的时候 而关于吉隆坡我最喜欢的就是每天的凌晨 当前一天的大雨把空气当中的尘埃洗刷 当人造的灯光和烟火气渐渐散去 黎明要展现它的地狱旅光辉的时候 两种光线交织在一起 从各种高处的制高点俯瞰这座城市 欣赏它的宏味记起它的每一个细节 好了这就是关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你能够因为它拥有与我们相似的文化 而对它有一定的亲切和亲近感 希望你也能看见属于它跟我们不一样的一面 不再是用高楼大厦和城市的新旧来评判一座城市 而是深入到当地与他们交流 感受一座城市的律动 从细节之处体现所谓的文明发展 好这里是晨曦史丹利 我们在下期视频当中再见 See you in the world